早安 台湾 早安 观众朋友 今天是7月1号 七一是香港主权移交25周年 上午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将会出席相关仪式 系列分析报道 我们要交给资深记者庄志伟 好的 明瑞早安 现在香港7月1号主权移交25周年 今天早上8点 在香港的金子金广场 是有升旗仪式 不过今天比较特别的是 由于有了香港挂起3号风球 强烈热带风暴的这个 叫做鲜巴来搅局 所以今天整个上午 可能在香港都会有狂风咒语 甚至雷暴 当地的幼儿园也已经宣布停课 所以今天可能在10点 接下来要举行的 香港主权移交的仪式 会有采用雨天备暗的情形 那么事实上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是在昨天下午 就已经搭乘他的专列前往香港 在车站他也做了简短的演说 把过去这段时间 香港所历经的反送中运动 以及疫情等等的这些争端 他也简称为香港 现在是浴火重生 我们看看接下来这则报道 礼拜四下午3点15分 习近平搭乘的高铁专车 缓缓开进香港C九龙站 在齐海及欢迎声中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走下列车 两人为了防疫戴上口罩 而前来迎接的林郑月娥 及中联办主任等 该以拱手致意 C九龙站 红毯两旁安排学生 邀请呐喊 香港准备了舞龙舞师表演 给习主席带来温暖 这五年 我一直关注着香港 牵挂着香港 不过习近平防港之际 香港疫情升温 单日破2000例的确诊 习近平因此改在深圳过夜 并规定所有要参加 加期活动的大人小孩得提前隔离 做闭魂管理 包括了会是去迎接 还有是宽送我们国家领导人 都讲了 那家长也都是认同 和理解 还有对这件事是很支持 包含申请采访的记者 都要配合筛检 只是许多外媒 却在最后一刻被通知 无法采访 受害者包含CNN 相比五年前 习近平造访现在的香港 又大幅改变 香港在二零一九年 反送中示威后 火速推出国安法 逮捕包含九十岁红衣主教的 一百八十六人 过往的民主派人士 不是被抓 就是流亡海外 香港跟在不久前 拆除港大纪念六四的国伤支柱 短短时间 香港最大独立公会 多个民间社团 还有香港苹果日报 都已经解散或关闭 香港变得如何 答案显而易见 尽管如此 习近平仍坚称香港的一国两制 很成功 其实早在当年 柴契夫人和赵紫阳 完成回归协议签署后 就有香港记者质疑 共产党的话不可信 这名记者就是香港 前民主派议员刘慧卿 但他当时得到的回应却是 大多数港人都满意协议内容 记者只是例外 最后证明一国两制 五十年不变的说法 早已沦为空函 在香港习近平一来 街头维安变得超延 绝不容许出现任何抗议示威 而刘慧卿为了帮助人 关押在大楼的党内同僚 选择留在香港 只是短短二十五年 香港民主沦丧 五星旗海飘扬 再过二十五年又是如何 让人不敢想象 预备新闻综合不导 那么在这个 升旗仪式结束之后呢 预计十点的时候 将会举行香港回归 二十五周年的大会 以及第六任香港的 这个特区政府的就职仪式 在新任特首李家超宣誓的时候 习近平会担任监视人 并且会发表谈话 那么这次的谈话会受到关注 其实是因为这是2020年新冠疫情发生以来 习近平第一次离开中国大陆内陆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在今年的下半年即将举行中共二十大 习近平要在里面寻求续任 那么在这个前提之下呢 他能够离开中国大陆来出访 也被认为是强调了他的权力稳固 不过另外一方面 英国首相强生 则是在今天早上 录了一段电视谈话 放在英国首相府的推特上面 他指责中国违反承诺 侵害了香港人的人权跟自由 也同时表示英国不会放弃香港人 我们听听强生的说法 那么这次习近平到香港 还有一个小插曲也引发了关注 就是过去中国大陆领导人到香港 都会搭成由港府准备的 BMW 7系列防弹轿车 但这次习近平就是改采 由大陆私自给生产的 红旗防弹车 而且每到任何一处 他都会危起不连 让外界没有办法看到 习近平上下车的样子 可以说是 伟安的规格非常的高 以上是我们所了解 最新的情形 主播 请支持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 并且开启通知小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